字幕提供 好 这个片段是教同学如何去描述 在折射的时候 光线的方向改变 好 首先看左手边这个情况 当有一个入射光线 由介质一进入介质二的时候 如果这条光线沿着我们 这个方向去折射 我们因为这条光线 比起在里面的发线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叫它做偏离发线 好 看看右手边的情况 同样有条光线由介质一进入介质二 当折射的时候 光线会以一个这样的方向做折射 因为这条光线在介质二里面 它向着里面的发线 所以我们称它为偏向发线 好了 介绍完毕 好了 介绍完毕